说你看 你在我这儿 赦了大概能多少钱的货了 一说这话 焦远南有点懵了 浑身刺恼的受不了的同时 眼珠子滴溜着一转 丁哥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远南啊 说你看 这赦我的货 一回行 两回行 三回行 五回行 那咱得有个头吧 嗯 我允许你在我这儿奢 哎 看你这么难受 我也真想让你顶两口 但你在我这儿都奢了几十万的货了 你横市给我结点账吧 你得让我把成本收回来呀 我不至于说挣你焦远南钱啊 你最起码得让我保个本吧 你有兄弟 我这帮兄弟不需要养啊 怎么的远南 你是我爹呀 我供着你吃 我供着你喝 我供着你玩这个 啊 你这么的远南啊 你把之前的账呢 你先给我清一半 那 你要是有条件的 你给我清一大半 晚上里后 这回我让你拿一个多月的量走 那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结账的情况下 我这白糖啊 包括我这小胶囊什么的 我还是不能给你 那 我卖给别人 我随便一卖 我变现几万块 我花了多得劲 你从我这拿 我是一分钱得不着 远南呢 我希望啊 你能够理解理解我 那 毕竟啊 我做的也是生意 做的也是买卖 你应该能够理解我 啊 焦原南当时都懵了 他他妈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拿着钱呢 原来都是过来赦来 我告诉你啊 焦原南没钱的时候 基本上和哪个老板去要钱 伸手就要 你不要我就打你 但是他不敢打张斌 首先第一点 他打不过 第二 我要打了张斌 谁供着我玩这个呀 玩白糖的人 玩这个小糖粒的人 你记得 从哪家买 你就一直从哪家买 这个东西口味一旦要是换了 不但他过不了瘾 反而他这瘾更大 我说的对不对 你型号了 包括各方面 你都得对 哎 就好比说我喝西粥喝习惯了 第二天晚上 你给我来一锅排骨汤 我能喝得下去吗 是这么回事 各位兄弟们 所以说他得指着张斌 那你看 焦原南倒是在这 丁哥 我这是 我这手头实在是有点紧 你给我一口 行吧 你先让我顶一口 晚上里后咱俩再谈 我回去 我就把房卖了 我把车卖了 我把钱给你归楼上 你快点 先让我来一口 你快点 先让我来一口 哎呀 我看着你这么懂事 我真是说不忍心这么折磨你 但你看我这回再给你 你是下回呢 你还舍着我呀 我不打算在你这开这个头了 你这么的吧 给家里边打电话 让你爸也好 让谁也好 先给我送来五十万 送来五十万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兵哥 这他妈都在劲上顶着呢 我这脑袋也蒙 我都出幻觉了 我浑身骨头也酥麻 你告诉我 让我爸再给我送来 那他妈这两小时 我就死这了 兵哥 你赶紧就行吧 啊 你赶紧的 你看我讲 现实生活中 跟人要的时候 那大鼻子往外 当了 那浑身在这脑袋光光 直撞墙 抱住我嘴 兵哥 给我一口了 兵哥 就比这种都要丑恶 他上半径可不就这样吗 对不对 哎 眼瞅着吧 说你看 说来来来 来给元南先摁这来 给元南先摁这 先摁这 哎 这一说给元南先摁这 这边啪擦拿出来了 一包白色的小粉末 那 放到了焦元南的跟前 旁边几个兄弟 在这摁着焦元南 焦元南这手就要往外够 他就够不着 一够吧 他就往回这一撤 一够当时往回一撤 张斌拿着这个东西就说了 哎呀 说这个 元南哪 你是不是特别想玩一口 这个东西啊 啊 你回答我是不是啊 焦元南那这 是 冰哥 快赶紧给我一个 你这么的 那 你帮我办个事 行不元南 你说吧 打谁 干谁 杀谁 都行 快点 我答应你 我的这个要求啊 很简单 甚至说 非常简单 对于你来说呢 就是一如反掌 而且呢 你也很容易做到 啊 就是 以后我不允许你再照着星光夜总会了 然后每年呢 给我拿30%的股份 你冰哥也得挣钱啊 我光供着你白糖玩 我这东西是他们地里长出来的吗 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不也得花钱进吗 以后我钱多了 30%股份一到手 那供着你玩点小冰糖 那不是跟玩一样吗 你冰哥不就不在乎这点了吗 你焦元南没钱 冰哥能理解 你冰哥现在兜里边也挺干净 你也得理解理解你冰哥 老刘我告诉你啊 在这种说商业竞争里边 他非常的有手段 只要你往后不照着他们家了 我相信用不了两月 老刘就得给他折腾黄 只要咱以最低的价格给他收购过来 那以后在哈尔滨 咱不得大乘分金 小乘分银呢 远南 这个要求很简单 你只要现在答应我 回到哈尔滨之后呢 不再踏进说星光叶总会一步 有啥事给你打电话 你别管他 每个月上我这来 你要多少 我供给你多少 行不行 说到这的时候 焦元南有余了 你记着啊 引君子引君子 一旦要是说 沾上了这个东西 他这个人不但说拿你脑子 他伤害你身体 最重要的一点 他伤害你的心灵 他摧残你啊 你别管是说意志力多坚强 别管你是意志力多坚定 啪啪 我这给你来上一针 哎 你放心就完了 哥们 指定 就是你爹你都得出卖 是说去把你爹摇死 我就给你来一口 你过去就得给你爹摇死 去 过去把你三岁的小孩掐死 我给你来一口 你过去就得把你三岁的小孩掐死 你就是为了换来那么一口 这 那行了 自个的亲人 我都忍心下手 那他们一个鼓励 一个星光夜总会 那他妈算个屁啊 但是啊 你看着 焦元南这小子挺有毒的 虽然玩上这个东西 就没有人格 没有尊严了 一听出说张斌提出来的这个条件 焦元南倒是在这 冰哥 冰哥你不能这样对我 那 你不能这样对我 冰哥我不能这么干 冰哥我他朋友这么干 你行不行 我他妈他不成王八蛋了吗 啊 你就回去让我把我孩子掐死 给我媳妇砍死都行 我不能出卖李正光啊 我不能放着星光夜总会 我不管啊 啊 冰哥你别逼我行吧 你说谁反应你发财了 我帮你砍死他 哎 你说谁他妈当着你说那个哈喽 我帮你干死他都行 你要是让我不管星光夜总会 这一点我做不到 做不到是吧 哈哈哈哈 拿个小剪刀 把这个塑料袋趴擦着一剪开 往地上蹭蹭蹭蹭蹭的一道 做不到 我就不给你 你能忍得了一时 你能忍得了一失吗 你能忍得了这一回 那第二回发作的时候 第三回发作的时候 你还能忍了吗 袁南呢 别给我打变 你这不跟你自个人打变的呢 这个要求的多么简单呢 每天玩着这个东西 回到你的小别墅里边当神仙 不好啊 非得参与这种事干啥呀 啊 袁南呢 我再问你最后一回 以后不允许你再踏进星光夜总会半步 这个事能不能做到 能做到 一个多月的量 我给你 你要做不到 我把它倒地下 哎 我是拿脚烫 我是拿水葱 我是拿嘴吹 反正我就是不给你 那 袁南先的眼珠子痛 把自个人的嘴唇子都咬出血来了 手指甲又长 都当时都牵进肉里边了啊 浑身在这直嘚瑟 我告诉你 为什么他不敢出卖李正光 甚至他不想出卖李正光 我告诉你因为什么 我不玩冰糖 我不一定能死 我要是得罪了李正光 他真从北京过来打死我 你别说浇原男不怕死 你分跟谁 浇原男知道 我碰着十个对手 可能得有九个半 不敢给我对命 剩下的半个就是李正光 甚至当我面对李正光的时候啊 我拿着枪对着李正光 李正光拿着枪对着我 数到三人一 我浇原男可能心里恐惧 我不敢崩了 李正光指定敢崩死我 而且 李正光在浇原男心里边很重要的 就是从小的那种偶像 就是我从小我立志啊 我就想变成李正光那样的人 李正光就在他心里边 就咱别说接近于神了 一直他就想变成李正光和乔斯那样的人 紧紧发作了这头一回 浇原男当时就在那忍着 在这忍着 咬着牙呀 给自个嘴唇的也咬破了 给自个手指甲也扣破了 给自个大腿里的掐的痛红 拿着脑袋光光光 在这直撞墙 张宾那是手里边掐着这东西 就在那看着浇原男 你不答应 我就不给你 你只要答应了 给你 马上咱就不受罪了 浇原男的脑袋啊 就抱那桌子 当当当当当 就在那磕 他就想把自个儿磕晕了 我告诉你 玩冰糖的都这么召见自个儿 对吧 那身上基本上没一个好地方 那张宾当时就再次来到了 说浇原男的跟前 拿着这个东西在他眼前晃 现在的浇原男 基本上是抬手够一下 连这个力气都没有了 那你看 从这个袋里边 拿手指头站了点 往浇原男鼻子这一来 闻闻 啊 闻一闻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答应了我 从此以后 但现在不受罪了 这么聪明个人 怎么非得在这 给我宰出这套业务呢 看看这是多好的货呀 我从这个海对面 我辛辛苦苦 我就是给你浇原男 私人定制的 买买买买冰棍 这个多少钱一个 这个 光说他妈你爹 你傻了 交业男 你确实是不忠明 给我打 这一说给我打 反过来一起 在交业男也是个可怜的 三个拿三个 好 三个六块十八块钱 就现在张银啊 那个给他转了 你别说不让我 太多不好吃了 鼓励的 卖不了 对我刚才 我刚才前面明明买这十五块呢 交业男提强就能去 还是我就敢打死你 大爷 这是卖文文的 我们买不动 但是他这心里边 也是说混社会当老大嘛 可能这也是他心里的一个底线 是不是 我不能出卖兄弟 我也不能出卖朋友 太热了 我更不能出卖人正光 上来十多个老弟 丁刚 两夫妻吗 拿着刀吧 什么的 张银他们这会儿 来来来 别走大哥 过来买个白塔 一共他们就领俩兄弟 光这两刀全给撂这的 交业男当时在这抱着 他们这个凳子 老体啊 把这脑袋往他们凳子里面一掌 交业男的大脖子后背 你大腿上基本上全被砍了 一共砍了交业男七个刀的 哎 干了交业男得七个刀 当时张银就说了 约南的既然你不答应我 那我就给你打个半死 你在医院里边你就住着去吧 我看看你在医院里边 我看看你在医院里边住着 你还能不能住 我等会儿吧 这里吗 我这 来给我往死里打来 这一说往死里打 给交业男从里边啪的一蹬出来 本身吧 他现在是属于发作状态 是卖了一句 我们这里来过吗 我们来过吗 我们人身冰了 脑袋也麻 手也麻 我们这里来过吗 这骨头缝里边 来过吗 他们把蚂蚁爬一样 我们来过这里 除了做一个本能的保护 我们从哪 刚才从哪来 就从这来的 拿着大坦刀 哐哐哐哐哐这一盏 脑袋上 脸上 脖子上 肩膀上 全给你划开了 有个小臂打 拿小卡簧 朝着圆南右边肩膀上 啪擦这一头 往下面这一蹬 直接给开了这么长一大 我有点懵 直接都翻子起来 没方向了 被他们一顿带 胶原男 这小子 愣是一声也没坑 知道吧 带着没方向了 绝对也是个汉的 绝对也是个事 甚至来说 身体上的疼痛 都不抵说 发作的时候 带给他的那种痛 新岛 又生活才刚刚开始 带着没方向了 必有可恨之处 这里人太多了 我们没想到 这个台中夜市 有那么多人 兄弟们 太狠了 这里 人山人海 全是人 是不是 根本就没地方站 让人直接扎死肚子了 我讲过这一段吧 就为了那么一点 这个太狠了 兄弟们的话 跟我们留言一下 就是明天青岛 哪里有导致吧 我们再赶个早急 赶个早急 明天就离开青岛了 赶个早急 这是让他 要让教员男 出来的朋友 可能是他心里的 一个底线 就算是我发着做 我把他一起的头脑 就像刚才 张彬要说 来远男 好好好 不站着路了 这里太挤了 别把人家交通给堵住了 要不招人嘛 所以说 这就是啤酒 千万不要沾这些白糖 给远男 打个B1型老体 兄弟卖什么呢 矿子了 包括这嘴 卖龙下 搞吧 我是已经这个 销的全是宝 框框给打的全是宝 什么 行了 言求打这 比一样 最起码住 最起码 你得住两个月的院 这两个月 你还能上那边 招厂子去吗 这现在有多少斤 刘龙下 你拿什么招 就你那帮兄弟 我他们随便再派几个人 什么厂子 你还跟我俩在这 抬走 这一说抬走 那你看 交员男 也好 是捏脸也好 他们这些人混社会啊 打别人的时候威风 被别人打的时候 其实也挺狼狈 张斌这几个兄弟 给交员男抬着 往车上这一放 直接拉回了哈尔滨 回到哈尔滨的时候 这正好是中午的时候 人们在家里边 该午休的午休 该吃饭的吃饭 拉着他直接来到了 星光夜总会的门口 把交员男从车上 往下边啪嗒这一转 那直接嘎巴的一下 就让他们鼓励 夜总会门口了 回来的时候 交员男是好像 稍微清醒点的 那个引劲 他扛过去了 但是呢 身上都已经让人 给砍烂了 都已经 朝着交员男的身上 我听说交员男 打仗的时候 喜欢往人脸上吐吐 是吧 有这么回事吗 有这么回事 我也吐一口 朝着交员男的脸上 直接啪嗒这一口大年痰 旁边那小子朝脸上 一口大年痰 袁男就在地上躺着 就在地上躺着 那张斌的两个兄弟 给交员男就说了 直接就扬眼 我告诉你啊 好好在医院里边 住一段时间 也告诉你的兄弟 不行再往这个地方 来看夜总会了 你还有你的兄弟 要是再来这个星光 给我看夜总会 兵哥就说了 直接从兵县 带人过来打你 听了吗 那可不是这样 今天砍你一顿呢 交员男 给你长长记性 让你知道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再有下一回 你连喘气的机会 都没有了 听明白吗 听明白吗 朝着脸上啪着 当时又来了一口大年痰 走 一说走 几个人一上了 大面包子 开车 直接奔着兵线 就来了 现在一看 交员男 那就是跟丧家之权 没什么两样 往地上一躺 电话也他妈打丢了 也不知道打哪了 俩兄弟也让人砍个烂弹 都他们在这躺的 你看 冰糖这个劲 缓过去了 大脑又恢复清醒了 又恢复理智了 他现在就特别的清醒 特别的清醒 就是我在那个劲上来的时候 我没有选择出卖兄弟 我没有选择出卖朋友 一旦他要是被他们张斌操控了 那就完了 我不但 我可能说死不了张斌手里 我也得死李正光手里 李正光是个什么人 大家会还记得吗 极恶如仇的这么一个人 如果小男呢 真的是说因为点白糖 背叛了李正光 真是做出了说 让李正光不怕原谅的事 你放心吧 李正光过来 他在打死交员男 动的动的深的 哎 动他了 动他深的 啊 到时候我这儿的一躺 他就在这叫唤他 他叫唤啥呀 他特别希望现在能引人注意 给他打个120 或者能把他送医院里边 因为现在咋的 现在聂磊还没走呢 王永利还没走呢 人还在他妈白天儿睡觉呢 他等着就开始叫唤 这在外边开始叫唤 叫唤了一顿子 星光一种会自个儿 兄弟给门子啪啪的一展开 他们谁在外边惨叫呢 这 男哥 男哥 一瞅焦岩南 焦岩南倒是在这 我走 赶紧给我找个院去 快来来 快赶紧给我找个院去 我走 一看焦岩南的身上都要臭了 老铁 这人身上一味了 这一臭了 你不就是发炎了吗 如果说发炎了 你不及时消炎 那一感染 那不就完了吗 那血消板当时一那含 你不就完了吗 赶紧给焦岩南 整车上 因为店里边有个面包 开车直接奔着那个哪就去了 直接奔着医院里边就去了 在这个路上的时候 焦岩南就说了 打电话 打电话 赶紧给念蕾打电话 因为他知道念蕾能打 而且他必须得赶紧让念蕾知道 现在有人在算计他们 现在有人在惦记着他的夜总会 我这比较肯定是不行了 我肯定是得住一段时间院了 我要是给鼓励看不了场子 那别人在哈尔滨还真没有能力给他看 所以说得赶紧想办法解决障碍 拿着电话 他擦着一拨过去 你看 念蕾这边刚睡醒 在这个白天鹅酒店里边吧 正吃饭呢 旁边说你看坚强了 旁边说你看治好了 给伺候着 王有利这边啊 也是刚睡醒 跟他媳妇昨天晚上说 也是你看 也是说得劲雷修 磊哥这边拿电话一接上 喂 磊哥 我是元南的兄弟啊 哎 怎么了兄弟 你赶紧上医院来一趟吧 我南哥又不行了 你看着他妈手底下小弟吧 也不会说个话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我手底下小弟又不行了 啊 你这是他妈说的什么话呀 这是 焦原南当时这个手就掐着他的大腿 砰的一整 我他妈死不了 就伤口感染了 赶紧让他过来 我操 哎 那个 南哥伤的挺重的 那你赶紧的上这个 上这个哪来上这个道理的医院这边来啊 我等着你 行吗 磊哥 行 我知道了 电话啪着一溜 哎 你也得当时一琢磨 原南出事了 赶紧的给王永利打了个电话 说你看啊 王永利是咋的 王永利是不太适合参与这种场合 给王永利打了个电话就说了 磊哥 我出去了 你呢 在这个酒店里边乐意吃点啥 你吃点啥 乐意喝点啥 你喝点啥 我上医院里边 我看看 王永利就一个劲问 谁出事了 谁咋的了 没给王永利说 因为给你说了 你也帮不上马 在这边一你找不来白道 是不是 二 我们要出去打架 你能行吗 你能有那两下子吗 你指定没那两下子吧 打完电话之后啊 聂雷领了他带来的这 二十多个兄弟 直接奔着医院里边就去了 胶原男现在已经被火速的推往了急救室 麻醉针这一下去 胶原男运运活活睡着了 因为胶原男也知道 我只要往这个弹架上面一躺 那基本上我这条命啊 也就保住了 那除非是要命的伤 否则的情况下呢 医生都会把胶原男治好 为啥 外边这帮兄弟直接就说了 我们南哥 要是他们死 你家医院里边 回头给你把医院点了 你不得好好地给原男看病啊 先消炎 消完炎以后给你缝合 缝合完了以后再消炎 消完炎以后挂盐水 盐水完了以后给你上营养液 小尿管啪的一插上 胶原男浑身上下 得他妈缝了几百针 这就是社会人 你能看别人 别人也能看你 那你看 你也累累了 这二十多个人 那是娃娃奔着医院里边就来了 一来 原男他这几个兄弟 基本上也全在门口这块 一看聂磊来了 那么焦炎男现在在里边躺着 谁成主心骨了 那这一把聂磊不成主心骨了吗 聂磊当时问了 怎么回事 原来伤的怎么样 当时医生从里边一出来 那 史电林赶紧上去 你别看 史电林那贫归贫 他赛大归赛大 但是呢 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 在这关键时刻面前 人家史电林绝对是仁义的 人家史电林绝对也是讲究的 一上去就说了 我兄弟 原男怎么样呢 在里边 你放心 死不了 就是身上被砍的这个道数吧 有点多 得住一段时间 冤 是不是 我们现在呀 得马上上这个血库里边 求血浆去 给他舒上血 病人失血 失的挺多 脸色现在惨白 这边一听说行 死不了 输点心 那应该就是正常的外伤 那么好 所有人的脑袋上 现在顶着好几个大大的问号 是谁 把原男砍成这样 他们又是因为什么 砍焦原男呢 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焦原男这么大个弯 咱说实话 在哈尔滨谁敢动他呀 你除非是说 本事比焦原男大 或者是焦原男 真的是打心上里边 你像李正光这种人 砍焦原男 焦原男不还手 对不对 当时就开始琢磨了 没办法跟着原男去的那俩哥们吧 那野他们昏着迷呢 一针小麻药下去 当时也是让人给顶上了 时间这么一分一秒的过着 这么一分一秒的过着 过了几个小时 焦原男还有他那两个兄弟 从这个急诊室里边就被推出来了 聂磊当时蹭着一上去 直接就说了 我兄弟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没事 手术很成功 焦原男就缝了几百针 他这俩兄弟一共缝了几百针 都没事啊 来吧 上这个重症监护里边待两个小时 要没事的情况下 麻药劲一过 你们就能正常的对话 就能正常沟通了 聂磊听完了以后 当时长出了一口气啊 哎 他妈稳住了 你说因为他们来这一趟 原男又是在死个蹬着了 那不操蛋了 你看原男还得有两个小时醒过来 那这两个小时 你们不能在这块干凳眼吧 你得分析分析吧 你得找一找是谁把原男打成这样吧 聂磊当时把电话都打给李正光了 你看 这个故事他们一环扣着一环的 这不就来了吗 这边趴着一街上 哎 你好 正和茶楼 我是李正光 正光啊 我问你个事呗 咋的了 你哥哪的 我还在哈尔滨呢 在哈尔滨呢 你问吧 怎么的了 在哈尔滨 谁能动弹得了交远男呢 就是能给原男打这样 给原男身上砍个他妈十多刀 原男挨揍了 挨揍了 交远男挨揍了 李正光把眼镜趴着一栽下来 这不存在的事吧 交远男还能挨揍 那夹带领着马三 领着丁剑 领着邵伟 领着左帅 领着远刚 那些大手子来到哈尔滨 都他妈让交远男给咳了 谁能打得了他呀 但是李正光反过来 这一形色不对 你得是分什么情况 你要正常的交远男 基本上是所向披靡 他就领着二十多个 你对面就是二百个人 原男敢干你 交远男敢咳你 但那个劲儿 要是上来的时候 你基本上跟个废物 有啥区别 但是李正光就琢磨来琢磨去 你就是 原男发作着 一般二般的 也不敢整台呀 你就不琢磨琢磨 你等交远男 缓过来了以后 啥样啊 李正光 那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就在那边 直他妈巴的嘴 就在那块 我也不知道啊 原来醒没醒啊 原来现在没醒呢 没醒的是吧 你等原来醒了以后 不行你问了 要实在不行的话 给我打电话 我过去一趟 看着呗 李正光属于是什么情况啊 能不回哈尔滨 尽量不回哈尔滨 这帮人呢 也都能够理解 李正光回到哈尔滨 真的是很危险 甚至说 你只要一踏进哈尔滨 你就会很危险 对吧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呢 我说的对吧 哎 你也脸当是一拙吗 说行啊 那我知道了 那只能说是等着原男醒了以后了 等着原男醒了以后 我这边再问问 好嘞 哎 电话趴着一溜 等着吧 等着吧 让正光给分析分析 正光也没分析出个一二三来 正光也没分析出个所以然来 咱们慢慢等吧 那你看 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很快的 医生从这个ICU里边一出来 就说了 那个原男醒了 说那个进去的人不用很多 好不好 那个一两个就行 病人现在很虚弱 现在需要休息 你看 聂磊当时领着志豪 蹭就进去 给门趴着一关上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啊 聂磊知道焦原男玩这个东西 对于玩这个东西的呢 聂磊从心里边是又疼 是又恨 疼吧 说你看 好哥们 好凶的 看着你这样不心里边真疼 真难受 恨 你也真是不争气啊 就给你看这笔样 你都挺住了 那这引上了 你怎么就挺不住呢 还是那句话 不玩这个东西的 真的是体会不到 借这个东西 有多难受啊 聂磊当时来到跟前 原男当时 睁着了 睁着嘴 就说了 聂磊当时这边 趴着一百升 原男的 我问 你打就行 谁打的你啊 谁打的你 斌县的 张斌 他是干啥的呀 他凭什么有实力能给你干了 倒动 冰堂的 那这一说 倒动冰堂的 念里还反应不过来吗 那这基本上也就明白了吧 他为什么要打你啊 救援男当时啊 往上手里 震的了 震的 就说了 雷哥 你能给我摇起来吗 志豪去 志豪来到那床的下面 哭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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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给摇起来 救援男当时被摇起来 雷哥 能给我根眼吗 从兜里边一掏出来 趴着一个点上 原男当时啊 雷哥 今天早上 我睡醒一觉 发现没有冰糖了 我挺难受 我紧赶慢赶 我来到冰县张宾那里了 这些年呢 我玩张宾那个东西 我玩对口了 我换别人的 我过不了这个劲 我就只能依赖着他 我也不知道是谁找的他 但是我大概能他们分析出来 应该就是你们的后邻居 那个老刘 星光叶总会的后邻居 那个老刘 找到张宾了 张宾说了 想从我这拿白糖可以 就不能给力姐做事 就不能给星光看场了 我当时实在是受不了了 雷哥 你他妈不知道啊 这玩意他妈发作起来 一般二般的真扛不住啊 不是他妈原来没毒的 你就他妈弄死我 我都不害怕 他真上脑子 你知道吗 就那个劲儿 我真他妈控制不住 我就拿脑袋撞墙 给自己想撞晕 他我都晕不了 我没有答应他 你是我光输的好哥们 我焦原男这个人做事 有原则 有底线 雷哥 那个劲儿一上来了 我真受不了 我他们能挺得住一回 我能挺得住两回 我能挺得住三回 我他们肯定挺不住 第四回第五回 我真害怕做出点什么 对不起你们的事来 我他们后悔一辈子 所以 雷哥 我求你个事 你就当是给原南报个仇 你替我把张宾干了 行不行 你替我把张宾干了 我他们我就上那个有关部门 我就带着去 我他们强劲一段时间 我也得把这个玩意借了 今天又不是他们给我砍个烂弹 我他妈真不知道 我得做出什么 对不起你们的事来 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呢 聂蕾当时也明白了 哦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给你冰糖